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農民看到农天水利署官员来会堪 忍不住大土苦水 云林的农路与水路是农田排水灌溉的重要渠道 但数十年没有整修老旧破损崩塌 淤积的情况相当严重影响排水与灌溉功能 民进党云林县长参选人刘建国展现行动力 一天就跑到二十一处地点进行会堪 要求中央经费到位让改善工程早日完工 云林县长张立善确诊 但在家里休养也没闲着 他透过新闻处回应相关宪政不会受影响 快筛的结果是阳性 张立善县长目前的状况是良好的 因为都属于清正的状态 那虽然是在隔离期间 那县长也会与县府团队随时保持联络 掌握目前正在进行的相关的宪政的进度 张立善在领书po文邀请民众来于宁看农业设计展 看看食物的色泽如何转化为美丽的艺术品 两名选将一个打陆战一个打空战 展现不同的行动力互扁苗头 华氏新闻林静华李秉兴吴建宏与您报导 哈喽大家好我是品轩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 一定要赶快打开华氏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喔